今天Focus的国际人物是泰国之前的流亡总理塔克辛 他今年74岁了 他在泰国之外流亡海外了15年 今天回到泰国 为什么他会掀起瞩目呢 2001年塔克辛他当选总理 2005年连任 他是泰国史上第一个任满四年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理 06年他作为看守总理 到美国的时候军事政变爆发 他被迫下台 从那时候流亡海外 08年他短短的回到泰国之后 赶快再度流亡 因为他太多贪污案被判处十年徒刑 2011年他的妹妹盈拉领导的维泰党 取得过半数议会席次组成零和政府 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理 但是一般人认为是他在垂帘听阵 2014年妹妹下台流亡海外 今年3月塔克辛的女儿被担动竞选总理 结果前进党获得国会最多席次 但皮塔二度闯关总理都遭阻挠而失败 今天三度举行总理选举投票 塔克辛在早上结束流亡反国 立刻遭拘留 他以三项贪污罪判处八年 向支持者挥挥手 在海外流亡15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 22号终于踏上祖国领土 也让泰国政局迎来戏剧化的一天 穿着黑西装 系红领带 别上黄色王室凶章的戴克辛 在同样从政的小女儿被东单陪同下 与家人现身曼谷郎曼国际机场 她双手合十 向泰国国王和王后向献花行礼 接着向前与支持者近距离握手 但没有发表任何谈话 之后就在警察护送下前往最高法院 让泰国人又爱又恨的戴克辛 曾是泰国电讯业大亨 2001年带领他成立的泰爱泰党 取得压倒性胜利 当选泰国总理 任内补贴援助中敌收入户 成功吸纳农民及草根支持 但也引起部分中产阶级不满 施政理念也被指威胁王室和军方的地位 2006年戴克辛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军方随即发动政变 两年后他遭恐贪污难权 为逃避牢狱之灾 从此流亡海外 繁体国门前 戴克辛在新加坡机场 抱了抱同样流亡海外的命名 泰国前总理赢拉 回到泰国后 更在机场与儿女孙子来个大团圆 戴克辛一共涉及三个案件 他的车队离开机场后 前往最高法院 一个小时后再转往曼谷监狱 面临八年刑期 戴克辛除非货太王赦免 否则将必须入日服刑 军政府副总理则表示 戴克辛可因74岁高龄 得到特殊待遇 分析家则认为 他决定现在返国 显示以获保证不用浮满刑期 尽管戴克辛的女儿力撇 父亲返国与泰国政局无关 但就在同一天 泰国国会要投票选出新总理 60岁的房地产大亨赛塔是戴克辛创立的卫太党的总理候选人 几个月前才被卫太党拉入政坛 泰国政府自三月起就进入看守状态 尽管在五月大选中 反当全派誓言修改冒犯君主罪的前进党罢赦 但在保守派议员阻止下 前进党领袖皮塔在国会一再卡关 无法拿下总理大位 如今皮塔连国会议员的资格都遭宪法法院裁定暂停 泰国政局也陷入僵局 只能让获第二高票的重量级卫太党来筹组新联合政府 过去二十年赢得五次大选的卫太党 最终同意阻聚争议的十一党联盟 包含两个军方支持的政党 泰国军方2006和2014年两次政变 推翻戴克辛和盈拉的政府 现在戴克辛的卫太党 却被迫与军方支持的政党合作 引发外界揣测与肃敌结盟 是为了让戴克辛安全反国的幕后交易 卫太党总理候选人赛塔则说 他们别无选择不是欺骗人民 而是必须面对现实 赛塔已赢得317位议员支持 但还需要军方主导的参议院58票 才能达过板门槛 他强调联合政府支持提振经济 提高最低工资 结束征兵制 但不会碰王室相关法律 提升了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